兄弟们,小杨出息了,我今天要下赛道了 这里是平潭国际城市赛道 是国内最长的街道赛道,人称小摩大哥 你们一定会很好奇,我今天会开什么车下赛道呢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战车 吉利刚刚推出了全新博越L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一圈跑下来了,太辛苦了 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好好来认识一下我今天的伙伴 吉利伯越L 这辆车我觉得它的亮点主要在四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它全新的设计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 其实变化都还蛮大的 第二点就是它搭载了CMA的架构 第三点就是它现在用到吉利的雷神混动系统 最后一点也是让我觉得吉利变化最大的一个点 这款车它是搭载了吉利最新的NOA功能的 要说它的设计上的变化 我觉得应该从外观跟内饰两个方面来讲 那外观上面我觉得它最大的变化可能都会体现在前脸上面了 它这个前脸的大面积的黑亮隔山呢 很多网友其实还是蛮有争议的 其实好看的设计总是相似的对吧 我倒是觉得呀 它前脸最大的设计亮点呢 应该是它的这个灯组 因为以前我在吉利的车上面 其实也有看到过一些比较有科技感的设计 但这一次我觉得好像更加厉害了一点 首先是发光车标 贯穿式灯带 不仅是看起来有科技感 它还有一些灯雨的一些表达 来展示自己的情绪和不同场景下的一些变化 侧面部分 其实大家还是能看到一些上一代博耶L上面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上面这个熏黑的 看起来类似于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非常非常凌厉的腰线 也是它营造出来这种低趴俯冲的姿态 让整辆车看起来能更加的动感 那我最喜欢的呢 其实是它这个门把手的设计 现在采用的是一个抗菌材质 女孩子应该都很喜欢 注意观察细节的小伙伴应该会看到 这里呢还有个NFC的标识 也就是说它现在可以使用NFC来无钥匙进入了 其实整个尾部呀 我觉得最有辨识度的就是它的车灯了 很多人会说它的这个车灯呢 看起来有那种弓箭拉满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我倒没有觉得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但是我会觉得它看起来很立体很年轻 辨识度非常的高 因为在它的灯珠外面呢 还做了一些黑色的一些细节的装饰 然后让这个灯看起来红色的对比感更强 看起来更加立体 而且不只是在灯的周围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尾部 还有很多一些黑化的一些标识 这都让这辆车显得更加的年轻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车上有非常多的一些高感知硬件 5个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雷达 前后两个摄像头 周围啊 还有4个环式摄像头 再加上它最新的OA功能 我想它后面的置驾部分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坐到车内我要感叹的第一句话就是 吉利终于也用上大屏了 它现在搭载的是高通Bio物的芯片和银河OSAR的系统 那不仅是操作体验会有升级 那它的语音交互的能力也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毕竟吉利声称它现在是类人设计 它的语音交互呢 现在不仅是我们呼唤一次 它就可以全天待机 还可以识别我们是谁在说话 什么位置在说话 就算是离线状态下 它也可以识别出来 并且还可以不断的持续学习 除了这个之外啊它还搭载了与EQS同款的ARHOD的这个显示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蛮好的 然后配合上高精地图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它最牛的啊就是它的自驾能力了 吉利说了它打造的是一个类人的智能汽车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啊肯定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那我刚刚去了解一下它的NOA功能里面啊 其实还支持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高阶的支驾能力 比如说车辆的打灯自动变道呀 还可以语音控制让它来变道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还有自动加减速呀 自己超车呀 然后还有自动的驶入和驶出匝道 甚至呀当你前车行驶得特别慢的时候 它还会主动来提醒你 哎你该超车了 以前呀我们在使用智能汽车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我们下达指令它来完成任务 那这个功能呢 就让我觉得哎呀 它好像不是那么冷冰冰的机器了 作为一款家用的SUV 它的舒适性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款车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抗菌材质的方向盘 而且呀它的座椅的包裹性啊 跟支撑度我觉得都非常OK的 作为一款燃油污车啊 你们看一下 下面的地台接近于全屏呢 而且坐垫有这么厚 但是虽然厚 但是它的支撑力还是足的 这个腿部空间两米七多的轴距啊 你们看一下 头部空间 是不是很OK 刚刚呢跟教练跑了一圈 现在呢就我自己再小小的跑一下 跟大家总结一下 小杨的赛道初体验 其实呢我们今天开上来之后呀 做了很多的测试 但我开这款车呢 它是一个家用的SUV车型 我整体体验下来 我们中途做了一些绕装呀 还有避让呀 包括路上呢 还有这么一些零摆加速呀 零摆制动等等 还有湿地的一些测试 总体感受下来 我会觉得 比如说它测轻的话 我觉得赛道上面 因为我们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测轻肯定是有的 但是是我比较愿意接受的一个范围 我觉得还可以 过紧速带 像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紧速带 确实是有正感的 但是它的弹跳 你们看到没有 其实是非常非常干脆的 就不会像有些车 过个紧速带 跟坐船一样晃得不得了 其实我刚刚过紧速带 还是很多条 那整体感受下来 我觉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刚刚我的零摆加速和零摆制动成绩呢 也跟大家汇报一下 没有官方测出来的成绩那么优秀啊 暗示我的零摆加速成绩测出来呢 是8.3秒 然后我的零摆刹车的制动距离呢 是37米 其实我觉得这个表现 对一款家用SUV来肯定就够了 这款车我不能说它是什么赛道杰 所以那太扯了 但是作为家用车 我们在平常城市这样的一个用车场景下 它还是非常可靠的 最后我们来小小的总结一下 关于这款全新的博远L呢 我觉得吉利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 在十几万价格的基础上 它给到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年轻时尚的外观 给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驾乘体验 并且呢还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力系统 最让我觉得需要鼓励的啊 就是它给到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自驾体验和OA系统 这部分呀 我觉得其他的新出品品牌 包括很多的一些传统企业 都应该向它学习 作为一个传统车企业 勇于卖出舒适圈 打造属于中国的民族品牌 还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 对于这款全新的博远L 你们有些什么看法呢 记得一键三连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